看一个人是否爱你,不是看他平时对你多好,而是在你们有矛盾的时候如何对待你。 真正相爱的情侣一定会吵架,但吵架并不会拆散他们。 看一个人多爱你,就看他吵架后如何对你。 1.会跟你说吃饱了吗? 现在有的女孩子公主病很多,可能心中只有自己, 所以如果有在吃完饭后主动问你吃饱了没有, 说明他很在意你。 2.会主动承认错误。 这种时候不是说女人主动承认错不好, 现如今能够主动对男人认错的女人不多, 但她能够不仅顾及你的感受。 我认为更多的是感觉和你在一起对错不重要, 两个人在一起才重要。 3.对你说伤人的话。 女人虽然她事后可以说自己是原因冲动, 但你要明白,这才是一个女人真正的心理表现。 如果什么事情道歉都可以解决, 那还自定于法律干嘛。 4.对你笑脸相迎。 你怎么吵她都不恼火, 就算对你有很大的火气, 也不会直接发出来。 这样的女人很在意你的想法, 也很有为人处事的情商, 如果有,请珍惜吧。 5.离家出走。 5.离家出走的女人也分两种, 一种是不想扩大冲突, 想要逃避, 这种算是爱你的。 另一种就是觉得和你没话可讲, 不值得浪费时间, 这种是不在意你的。 一个女人有多爱你, 吵架就可以看出来她的想法。 你的女人在吵架后, 会怎么对待你呢?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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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